大家好,現在是2024年7月22日的傍晚 傍晚6點半左右 天還沒有全黑 今天股市好像大跌600多點 需不需要擔心,不需要擔心 飯照吃,舞照跳,馬照跑 600多點 這樣一個禮拜就跌了2000多點 為什麼說不用擔心 因為一個禮拜台灣股市可以跌200多點 然後賴政府七百塊完全不管 為什麼完全不管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是人偽的啊 台灣股市誰在搞鬼 國民黨啊,外星人在搞鬼啊 你如果知道是人偽在搞鬼 那你就完全不用擔心 你什麼時候要擔心 就是國民黨不搞鬼的時候 你才要擔心啊 因為如果國民黨沒有在搞鬼 那就代表說 是真的 這個世界發生問題 這個世界發生問題了 就像以前那個雷曼兄弟 雷曼兄弟 就是金融風暴 那個不是國民黨搞鬼的嘛 那個就是真正的 美國國際上發生金融問題 那個你就真的要擔心啊 那次賴曼兄弟倒了 那個眼睛說他不選啊 然後川普被槍打到沒死 那這樣世界要毀滅了喔 台灣台灣要完蛋了喔 是嗎 不是嘛 不是嘛 這國民黨在搞搞什麼鬼啊 你看國民黨還在支持男影的 那個媒體還在說什麼 说有一个老婆婆在台积电1070元的时候 买了好几张台积电股票 现在台积电跌到939块 今天收盘好像939块 你做这种新闻报导干什么 就是在搞鬼 就是在传播说 这个老太太台台湾人好可怜 买在高点 然后买在高点 然后现在台积电下跌 台湾人赔惨了 这个蓝颖的媒体 轻贡的媒体就是要制造这种效果 所以他就让台湾股市一直跌一直跌 所以只要是人为的 只要是国民党干的 你都不用担心 因为他会去衡量说 台湾人到底死透了没有 就好像二次大战时候 日本兵侵略中国 然后中国士兵倒了一大片 但是很多人还没有死透 日本兵还会用刺刀 一个一个戳 一个一个戳 看你是不是真的死了 就是类似这样 国民党 现在让台湾股市一个礼拜 展现他们的实力 一个礼拜可以让你跌 跌两千多点 我们的确佩服国民党 你的钱真的很多 好行你行 那你现在又拿刺刀一个一个戳 戳看看有没有死透 结果发现台湾人没有死透 像我就没有 你去回看我的影片 上个礼拜我是不是就叫你们逃了 我一个人绝对我相信 绝对不是我一个人逃掉而已 一定还有很多人 因为起码那些有看我影片的人 虽然我的影片点阅率都是十几个 但搞不好里面有人 有看到我呼吁说快逃 能卖的赶快卖 像我自己就隔天我就 那一天我就开始在卖股票了 你们回去看上个礼拜而已 像我这种逃掉的一定不少 因为大家都感觉到那种气氛了 搞鬼 什么台湾股票一直在跌跌跌 结果只有什么不跌 只有蓝天不跌 国民党的蓝天不跌 然后你看那个 以前那个军工股 我都没有买 为什么我都不买 我军工股我就只看一只股票 我都看那只股票 是涨还是跌 只要它涨 我才会去买军工股 如果它不涨我就不买 哪一只 台船啊 台湾造船啊 台湾军舰自己造哦 潜水艇自己造 然后台 台船就是台湾造船厂 有没有接到任务来制造台湾的 战舰跟潜水艇 有他们有接单 而且接很多大单 但是你知道台船有没有在涨 台船完全没有在涨 如果你们不相信你们自己去打开那个台船 台船的那个股票走势 它一直就在17块17块18块17块 曾经好像曾经涨到20块 很少啦 然后马上就又跌回来17块 你一个军工股接到这么大订单的台船 你竟然不会涨 那其他那些股票到底是在涨什么的 你看那个时候 那个军工股啊 什么雷虎啊 什么造船 隆德造船啊 什么 我一直账一直账 我都没有买 为什么我不买 因为我知道他们账 为什么会账 就是国民党在背后搞鬼啊 他就一直买一直买 让他账啊 然后等到台湾人跟进 跟进了之后 他就开始让你跌 跌死你啦 跌到你破产为止啊 现在是不是这样 但是你如果注意到台船 你就会发现说 按照道理你如果是 这个资金啊 是真心诚意 要来支持台 台湾的军工业 那你应该是台船你也会买啊 龙德造船你也会买啊 龙德造船 龙德造船还是私人的 台船是公家的 公家的是绝对不会倒 这龙德造船还有可能 还是有可能会倒的啊 结果你这个资金完全都是去买私人的 国影的你完全不买 台船完全没有在动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外资不买台船 因为那个外资是国民党的假外资啊 他恨啊 他恨台湾造船啊 台湾造船是不是 就是现在是民进党执政啊 所以这个国影的 国影单位台湾造船是不是国影的 就是等于是民进党的 所以他完全不买 国民党的资金完全不买台船 所以台船就一直在17块17块 太离谱了吧 你恨台湾政府恨到这种程度 莫名其妙 所以这个国民党这个假外资 真的相当的可怕 相当的狠毒啊 我军工股 我就只盯这个台船 如果台船那天 哪一天一直标 从17块 给你一直标到25块27块 那我就相信 真的 真的有要支持台湾军工业的 大量资金来了 那这个时候你再去买台湾军工股 那你就安全了 可以报很久 但现在不是啊 台船17块而已啊 你知道三年前台船多少吗 三年前台船曾经到29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现在跌到17块一直爬不上来 这没有道理嘛 这个就是没有人在资金 在贯注这个台船 所以说进攻股那个是仗假的啦 仗假的 桃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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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是道啦 是有道理啦 问题是 有大量资金可以 可以变动股票 价值的 是谁 是国民党的贾外资啊 你 你在会分析 他一个人为给你操作 你就没有 你拿他完全没有办法 人家说有钱能使鬼退没啦 技术分析说 这个台船应该要账 他有大量资金啦 他就是不给你账啦 怎样 所以说 今天大点600多点不用烦恼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国民党在搞鬼的 然后他会发现说 哎呦 台湾人还没有死透耶 还有人 还有人还会讲话 还会 你看像我就还会讲话 还会在网路上干狗撤狗啊 哎还没有死透这样不行 必须再让这些已经逃出来的人 再进来 所以他会怎样 他会再拉 他会再拉 然后再拉 结果怎样 他在拉的时候 这这个时候国际 国际情势是不是已经有变化了 哎 真正的外国资金就进来了啊 再过不了多久 真正的外国资金就进来了 这个外国资金一进来 国民党的资金就 就会被比下去了啊 现在国际上真正的外资啊 他现在按兵不动 因为现在国际情势混乱 美国大选入死水手还没有确定嘛 所以真正的外国大量资金现在是按兵不动 所以台币台币是不是一直一直一直在扁 台币一直在扁就是外资没有进来 现在今天台币好像已经扁到32.8了啊 创有史以来最最低啊好像20年来最低啊 32.8已经快要33块了耶 也就是说你今年 今年年初的时候你如果买美金 那个时候大概是32块多啊 等到现在已经扁到30块要33块了 也就是说你可能赚一块耶 你买一块美金就赚一块 你买32块啊 现在变33块啊 你把它卖掉 你就赚一块赚一块美金 一块美金就等于33块台币嘛 你你如果买一万美金 那你就赚很多了 你就赚一万块嘛 对不对 所以说真正的外国资金还没有进来 但是会不会进来会啊 因为现在拜登退选已经确定了嘛 再来谁会上海 美国要出现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总统 贺锦丽啊 这是我个人预言啊 我预言贺锦丽会打败川普当上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 因为我是从她的名字 她的名字是不是叫做贺锦丽 贺锦丽 那个丽啊 我是不是早上的视频有分析过了 那个美丽的丽 台语怎么念就是丽 然后就是等于什么 美丽的丽 就是等于赖 赖清德的赖 古音他们古音是一样的 赖清德的赖 古音也是丽 贺锦丽的丽也是丽 那贺锦丽 用台语来说就是贺锦丽 贺锦丽 贺锦丽 我们可以把贺锦丽翻译成贺锦丽 贺锦丽 赖清德总统 贺锦丽 赖清德 贺锦丽有个赖 有个利就是有个赖 而赖是不是当台湾的总统 而台湾的对面是美国 这个磁场就是会相通的 赖在台湾 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当了总统 就会把这个能量贯注到对岸美国 跟赖有关的赫锦丽 所以赫锦丽 因为有这个利 有这个利就是赖 赫锦丽 他远远不绝地吸收到赖清德 的正能量 所以他就会 打败 打败美国 他就会打败川普 不然你们等着瞧好了 我现在也才知道说 我上个礼拜是不是有po出 我做了一个梦 上个礼拜 我忘记几天 你们有兴趣的可以去找一下 然后我说 我梦到什么 我梦到那个 拜登 牵着一位女孩子 金头发的女孩子 然后 这个在厕所 小便 然后遇到 以前的民主党前辈 也是当过总统的卡特 然后卡特就跟拜登起争执 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在 打架 结果拜登打输了被打昏 被打昏过去 然后我就赶快去把 把拜登扶起来 然后拜登清醒了之后 拜登就问我说 我刚刚是打赢还是打输 事实上他已经打输了 他被打昏了 然后卡特打赢了就走掉了 然后但是我怕伤他老人家的心 我跟他说 你打赢了啦 你打赢了 但是其实他知道他打输了 然后我还 我是不是有说 拜登的口罩掉到地上去 然后我喊了两声 请旁边的人帮我捡 因为那个时候 我是抱着拜登跟那个小女孩 所以我 我比较难捡到拜登的口罩 但是没有人来帮忙 最后是我蹲下来 然后有撇到那个口罩掉在哪里 把口罩捡起来 我现在才知道这个梦代表是什么 这个竟然是预知梦 预知梦 因为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 拜登还没有说他不选了 这个预知梦就是 说明拜登会被逼退 会被自己的民主党的里面的大佬逼退嘛 所以他被打到昏倒啊 然后口罩掉在地上 就是他没有戴口罩 就是他确诊嘛 他现在是不是确诊 感染武汉肺炎 所以我其实我那个梦早就预言说拜登 拜登会被打倒 但是 现在问题就是 他手上牵的那个小女孩 那个小女孩是金头发白人 但贺锦丽是黑人 黑锦丽是黑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解释啊 就是拜登退选 但是他要提拔谁 他要提拔一个白人啊 他要提拔一个白人 金头发的白人来当总统候选人 所以搞不好 搞不好贺锦丽还是 还是副总统哦 还是副总统人选 而那个金头发的 变成总统人选 但也有可能是怎样 拜登虽然要提拔那个金头发白人 但是 但是后来 因为尊重贺锦丽 早就已经是副总统了嘛 应该扶正 所以也有可能说 还是贺锦丽当总统候选人 然后那个白人金头发的 就当副总统候选人 也有可能是这样啦 所以美国民主党最后 推出来的总统副总统 可能两个都是女的啦 两个都是女的 而这样的组合就打败 打败川普 只要美国真的推出 两个都是女的 政府总统都是女的 我说川普必败无疑 必败无疑啊 所以大家 大家需要担心吗 然后现在情况 如果越来越笃定 世界大概就已经可以预测说 川普不会当选 贺锦丽跟另外一个金头发的 美国女性会 两个人会来参选 他们将会当选 资金就会进来台湾了嘛 台湾股市就会一直在往上了 这个时候国民党的资金就被比下来的 因为真正外国资金远大于国民党的假外资啊 国民党的假外资顶多就是5000亿台币啦 5000亿他们能动用的大概是5000亿台币 但是 真正的外资 高达一兆多啊 单单那个什么 北欧主钱 居金就一兆多了嘛 这个 共流的台湾股市 涨到三万点都有可能啊 所以 大家就不用担心啦 我是建议啦 逢低买进啦 国民党搞不好 后来国民党的假外资 他们的资金都被吃掉了 国民党搞不好 以后会冲的什么 真的变成 亡党亡国啊 连钱都没有 都被那些真正的外资的 什么北欧主权基金啊 大不列典主权基金啊 全部吃掉 如果国民党你在这样搞 你在这样搞台湾的股市 你在搞啊 国民党资金可能真的就会被吃掉 一块一块慢慢的吃掉 国民党就真的 变成穷光蛋了 那另外一件问题就是 现在有人在说啊 AI 要跟我们台湾去向局PK 全世界的AI都预测台风 台风会经过台湾 会进入台湾 只有谁说不会 只有台湾的去向局 不是AI就是人工判读啊 人工这个看图 看卫星图 卫星云图 然后来 有这气象人员 用人的智慧啊 来判断 说台风不会进来 但是全世界的 美国的AI啊 飞打的AI电脑 还有 中国大陆的华为AI 日本的AI 人工智慧啊 全部都研判说 台风会进入台湾 如果说台风真的有进入台湾 那就代表 人工智慧大胜利 真的能够预测 预测去向 让人工智慧真的厉害 如果万一没有呢 没有进来呢 那这AI股 搞不好会崩盘 AI股票 会被人家 看破啊 说你连个去向 你都没办法预测 结果还是台湾的 气象局 人工预测准 那到底会不会进来 台风会不会进来 台湾那是省决定的啊 你人工智慧哪能决定啊 台湾的那些气象局人员 也不能决定啊 那是省决定的啊 那省 省 要不要让台风来 他就看看台湾的总统啊 看台湾的主政者当权者是谁啊 赖清德嘛 赖清德是不是 来自烈山五姓 来自烈山 烈山是不是 烈就是火啊 烈火啊 火我们都说什么 风生 风生火起啊 有火就有风啊 所以这个 这个赖清德他天生就是 就是容易招风啊 招风 招风影蝶 因为他就是火啊 赖清德就是一把火啊 一把火在台湾烧 风就会来嘛 所以台风会不会进来 会啦 会进来台湾啊 会进来台湾 会不会放假 那个 要不要放假 那个是地方政府的权限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台风真的很大 你还是要放假 所以 以赖清德的属性啊 他是火 我认为台风会进来 当然啊 最后决定权还是省啊 如果省真的 真的 觉得说 这个台风太大了 万一来台湾 会造成很大损害 他又像蔡英文执政的时候 蔡英文执政的时候 台风都没有来 只有在蔡英文快要卸任的时候 才 台风才来 蔡英文执政八年 只来一个台风 其他很神奇啊 就是跳跪人跪 都跑到中国大陆去 中国大陆都被那个台风扫到 凄惨兮兮啊 因为以前 以前台风都会先经过台湾 被中央山脉破坏 然后再到中国大陆去 到了中国大陆 那个台风都已经变成轻微的 蔡英文执政的时候没有 台风都没有经过台湾 都没有被中央山脉破坏 所以在到大陆的时候都是超强的 那现在台风 如果进来台湾 会不会很强 我个人认为是不会啦 因为开玩笑 赖清德 姓赖 这个赖就是跟秦始皇 我早上的影片已经有说过了 赖清德跟秦始皇 秦始皇姓吕 是同宗的啊 这个神你要给 中国第一位皇帝面子啊 对跟他同宗的赖清德 你要客气啊 所以虽然会 台风会进来台湾 但一定是很轻微的 就不用担心啊 这样AI也算准了嘛 所以AI股就不会爆跌了嘛 就不会崩跌了 好 谢谢收看